欢迎今天特别来宾中华民族损伤协会 张震泽理事长70岁了 不过接下来看的都是欣赏版 我们会上警语 我有一段画面叫做倒悬 所以你平常是这样练是不是 对 其实因为我们那个丈夫 通常都是挂在 挂在这个脊椎两边 那偶尔让他翻翻身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吐吶 把气压到我们的下腹部 让整个循环会更好一点 好 今天要讲滚膛双刀 双刀是传统的双器械之一 从翻滚跌扑的动作来训练化险为宜 展现的是双刀刀裹的全身 你有带来吗 双刀通常都是拿的时候就像单刀一样 用的时候它才会分开的 对 好 我们现场来看一下 强调是欣赏版不要学 来 李市长 这是双刀我们通常先是这样子对不对 哇 听那个声音 掌声鼓励 哇 上景宇 上景宇 欣赏版的 好 接下来这个是一般民众就可以自己练习 叫棍子板 来 子强哥这个您可以 一人一根 一人 真的吗 对 我们都是用活手 对 不用死手 所以活手的话就是两根 哇 这个有点难 你可以慢慢 因为手不要给它握死 这就是活手 活手完之后呢 动到肩 对不对 肩跟身体 哇 这个也有点难 这很难耶 对 好简单喔 今天是陈子强他还做得出来 好简单 他是专家 然后我还在学 因为这个手活了以后呢 你的身体就可以动 就是放松的动 因为我们的脊椎啊 脊椎是需要保护到的 是 所以我在这个弓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手 对 然后缠头裹脑 哦 所以往前往后 对 同时也会动到你的肩关节 对 这就是缠头裹脑 嗯 哇 好 今天全都是行赏版 谢谢理事长 韩老师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 出演 就是我们一般民间 在腌菜的那个出演 最原始的出演 所以您说要泡脚 泡脚 对对对 泡脚 刚刚大家过了那个 很激烈的这个录影节目 所以我们要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谢谢 好 那我的一般的这个 cumb down的方式呢 就是在晚上睡前呢 大概准备一盆凉水 凉水 凉水 不是不是 那个意思 那泡脚本来是温热的 怎么会是冰的 这个我这个是用 印度的方法 印度的方法 叫静心冥想泡脚 静心冥想泡脚 而我们一天呢 这个胶感 副胶感神经 其实都不太 不太平衡了 那在晚上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能够把 副胶感神经 能够拉回来 能够比较平静一点 所以睡觉是比较帮助的 泡凉水 所以这是粗盐 粗盐 我们准备这么一些粗盐之后呢 但水加盐会更冰凉 水加盐之后呢 你现在就好像脚放在海水里面 放在海水里面 所以我们当到 我们的脚碰到海水的时候 那一刹那 其实整个人的那个 会有一个松弛感 整个松弛下来 这个胶感 副胶感这样 比较平静下来 这时候呢 我们的肝脏也比较温凉 那我们的这个 整个情绪都比较平衡 所以那每天这样做之后呢 凉凉的 可以让自己 不要这么的火大 不要这么的上火 确实它可以降火气 这个我们肝火旺 都可以能够减少 而且我们最主要是 这个方法呢 可以把我们一天的 负面的情绪 大概有一半 都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呢 能够让能够能够释放 所以呢 这是一个印度一个静心 一个泡脚 然后透过这个过程呢 让我们一天的疲累 一天的紧绷 能够得到释放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